炖鸡肉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炖出来的鸡肉鲜嫩多汁不轻也不柴 先往鸡肉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食盐搅匀化开 把鸡肉放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这样鸡肉会变得更软 鸡肉会更容易熟而且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费勤忘食偶心沥血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和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接着把鸡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葱姜和料酒 很多人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了再下锅焯水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炖出来的鸡肉就会非常的轻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用勺子把煮出的血沫撇出去 然后捞出冲洗干净放入盆中 然后拿出这个七彩浸汤包 我老婆说我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让我每个月都给它炖几次鸡汤喝 加入冷水 放在冷水里泡一个小时 泡好之后换水 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和鸡肉一块放入砂锅里 放入葱姜红枣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再加点食盐 再放入几个枸杞 盖上盖子再炖五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撒上一点葱花美味即成 这样炖出来的鸡肉 鲜嫩多汁不行也不柴 汤也是非常的鲜美好喝 做法也很简单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